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牛小咖 我们是一个咖啡内容相关的频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平时做咖啡的时候经常被忽略 但是呢 也非常重要的低因素 水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会用到不同的水来做同样的咖啡 横向的对比一下味道有什么区别 那首先我先做一个小调查 你们平时做咖啡的时候通常用到什么水 捅装水还是净水器过滤的水 那如果想了解净化水 那我们就要从TDS说起 那它的英文呢 是Total Dissolved Solid 说白了呢 就是水里溶解固体物质的总量 那数值越高 说明水里溶解物越多 那数值越低 溶解物越少 因为我们工作是三天两头就要做咖啡的杯测 测豆子 测风味 所以说呢 我就自己DIY了这么一套净水器 这一套是惠尔顿商用的大流量净水器 主要是可以去除水中的滤 异味杂质等等有害的物质 那如果你们当地的水质硬度不高 就比如TDS是在150以下的 直接就可以用在厨房这些大流量的长河 那它呢 可以过滤100吨的水 搭配中央超滤净水器使用 它的滤芯就不需要经常的更换 只需要定期的清洗超滤净水器的滤芯就可以了 那我们工作室原本自来水的TDS在160到180之间 因为活性滩的复合滤芯 它不能降低TDS 过滤了之后呢 它的TDS也是在这个区间 所以说呢 我另外加装了一台霍尔顿的YK8 它呢是采用了选择性的反深度的过滤原理 它可以去除这种重金属细菌等等这种有害物质 那同时呢能保留一部分比例的天然的有益的这种矿物质 过滤出来的直引水的TDS我测了一下是在20左右 那最后呢我把这两套设备通过一个冷热水龙头来控制 可以调节出不同TDS数值的水 然后你看这是我装的一个冷热水龙头的调节 左边连接的是商用大流量的净水器 右边连接的是选择性反渗透的净水器 我可以通过左右的位置来调节出水的TDS值 左边测一下这个TDS值165的TDS对吧 右边右边是选择性反渗透 最开始的时候要有一个启动时间水会小一些 这个选择性反渗透出来的水的TDS 在13 那我往中间来调一下的话 看一下它出来的TDS值 你看在中间的位置呢 它出来的这个TDS是在87左右 所以说呢我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位置 来调节不同数值的TDS 嗯我觉得这个可玩性真的非常高 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水跟龙夫山泉的味道的一个区别 喝一喝 它的这两个水的话呢味道其实很接近的 然后它这个水喝起来比龙夫山泉的呢 喝起来貌似稍微甜一点 喝起来是甜甜的感觉 其实做咖啡的话TDS并不是越低越好 那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矿物质 钙美离子 你做出来的这杯咖啡它才会更好喝 你看我面前放了四个杯子 稍等一下的话呢我会用不同TDS数值的水 分别用0 50 100 150做同样的一款咖啡豆的杯测 那这款咖啡豆呢是我们的卢旺达的葡萄瓶 我用这个Fellow的壶烧的是纯水 就是医保的水TDS是在0 白色这把壶呢我烧的TDS是50 这壶是100 TDS的 然后最后这杯呢是TDS的150 好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味道 哎呀这个渣很少啊 在捞渣的过程我发现TDS 越高渣越多 哎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哎 这难道是个巧合吗 我从第一杯捞到最后一杯 第一杯的渣是最少的 循序渐进的到最后一杯是最多的 哇这四杯感觉差异还是蛮明显的 第一杯非常非常的酸 第二杯也非常酸 然后第三杯呢甜感很足 第四杯有点苦 平行来对比的话他们的差异还是蛮明显的 哦它就是直酸 然后第二杯的这个TDS呢是50 哇好酸呢 然后第三个呢是100 100的这个明显就感觉它的层次感 以及它的风味非常非常的饱满 嗯以及香气是比较圆润的这种感觉 然后第四杯 第四杯喝起来呢它有一点点的这种苦苦的 另外呢有一些这种茶感 那经过我测试下来之后呢 我就得出来一个很明显的结论 然后呢前两杯一杯是0的TDS 一杯是50的TDS 这两杯的酸度值都非常非常非常高 喝起来的那种层次感也很弱 它的那种酸度就是这种直直的 就是有点傻酸的感觉 后两杯一个TDS是100 一个TDS是150 那这两杯喝起来呢相对的平衡感会比较好 会有一些这种层次感的风味 比如像茶感也会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平时如果要是制作手冲咖啡的话 那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TDS值的 就比如这个TDS值在上下100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 当然也要取决于你用到的不同的咖啡豆 或者是你本地的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 可以再做一个微调 那另外呢我们又陆续测试了不同TDS 它是数值制作出来的浓缩咖啡的区别 TDS越低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种酸色感越明显 TDS到了100和150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味道喝起来就会有一点风味的层次感 它闻起来的风味也会更明显一些 左边的这两杯呢 一杯是50的一杯是0的 它闻起来也是有咖啡的香气呢 但是呢它就是平平淡淡的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 右边这两杯闻起来还有一点点这种裹合的这种感觉在 今天为了测试这个水质对咖啡的影响 也特别的清醒大家呢如果要是在家里边或者你们选择开电 可以根据当地的不同的水质来选择不同的净水系统 就比如你们当地的水质TDS呢是低于150的 那么呢你就可以选用我现在用的这款中央超绿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流量的这个净水器火星炭的就ok够用了 但是如果你们的当地TDS是大于200的 那么呢我就更建议你们加一台yk8的这款反渗透的净水器 它可以调节这个TDS的 因为水质不仅影响到咖啡的味道 最重要的它还会影响到你店铺或者家里边的咖啡机热水机的使用的寿命 我之前拍过一期咖啡机保养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用的水质真的非常好 所以说呢内部的锅炉零部件电磁阀加热棒等等保养的就非常好 那咖啡机热水器使用的寿命就会更长 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那希望呢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那不同的水做出来的不同的咖啡的区别 那如果你们想要开咖啡店 饮品店 那怎么样来选择用水 那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那最后Coffees not serious by life Cheers